徐树 自原职 颖川郡长设县人 早年为人报仇 或就后改名徐树 开始拜师求道 后与同郡时广源避难于荆州 与司马辉 诸葛亮 崔州平等道友来往密切 刘备囤住新野时 徐树前往投奔 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 后来曹操征讨荆州 因其母被曹金掳获 徐树投奔曹操 未闻帝时 徐树曾官至幼中郎江 御史中城 然后正史上就没有他的记载了 但在地方至 民间传说和文人笔记中 却见到了他的身影 据万元县制记载 徐树后来辞贯 隐居大巴山腹地的巴台山 宣至花鳄山为百姓才要治病 后得道成仙 人称花鳄老祖 该县制还具体记载 徐树晚年先来到大巴山 万元巴台山白糖藏隐居 白糖藏位于巴台山右下 悬崖高起 三面环抱 俨然玉脊 翠竹方腾葱龙绝伦 其旁有一个圆形大枯 深数百米 枯内豁然洞开一石门 进入里面 抬头就能看到天空 门洞开在陡峭的岩壁上 其显诱人 很早以前就传说起上有古庙 且极其辉煌庄严 但隐线不实 无意登周海誓之流亚语 历代都有人修庙 供奉徐树 据2014版万元掌雇 记录 宁国初年 还有人在此处建徐树庙 因岁月千言 风雨侵蚀 已不存在 20世纪80年代又有人重建 现在坟乡者纷纷登临徐树庙 人来人往络已不绝 当地一些人中还流传一个说法 据说在上世纪全国掀起 气功热时 隐居花厄山修炼的徐树又显灵了 还与一些人接触过 直到他们练气功 屈禀健身 推动当地的气功热 可惜详情难以考证 当地著名景观气盘山 为严荣侵蚀作用 形成的由30多个原状孤峰组成的风从 地处八台山下宴堂相近王家平村 31座原状小山峰错落有序 未以起伏 跌荡有致 一座座紧密相连的原状小山 恰似一盘排列有序的巨大棋子 如此博大棋盘世间罕见 恐怕只有天外神仙才能对弈 银间传说徐树在白堂藏隐居的时候 本地有一官身目其名 欲请之出山作官 徐树笑约 你若能跟我下盘棋 便可 若不能 则从此免开增口 观身道 这又何难 便在山上摆好棋盘 不料徐树哈哈一笑 说 你拿得动我的棋子吗 观身定睛细看 大吃一惊 原来那棋盘里的棋子 不知怎么就化作了山巒 徐树也飘然不见 只留下千古无语的气盘山 据清代古籍胡适时说记载 据说灵山东北海上有一岛叫古子阳 请教周人照发现有一首 永古子阳百奈东话 叫人冰雪姿 一世而独立 亭亭空谷中 寒微不能识 燕蓝半其忧 玉石真气得 双月满林高 点缀乾坤色 有刻海上来 一世徐原直 云记落天表 渴望不可及 世中徐原直就是徐树 徐树自原直 在清代古籍一句败编中 记载了一则神奇的故事 清代罗斯举将军 年轻时误入歧途做过盗贼 后到钟南山跟随道人学武 曾得到徐树的帮助 罗斯举后来历经坎坷 渐渐走上正路从军 屡立其功 为之提督大员 他为报恩 曾在花鳄山重修庙宇 寻宿花鳄老祖 徐树的神像 在清代古籍庸安笔记中 也有徐树成先后的记载 永安笔记 的作者清末著名外交家 薛富成先生自述 顾鸿山先生 是我的外层书祖 我六七岁时 跟从他读书识字 当时先生已八十多岁的高龄 顾老先生曾告诉我 他年少时在无锡城内 要往庙读书 庙里有道士数人 一日 忽友宜外来道士 求赞助一段时日 这外来道士 你以后 我应该是 二十多岁的乌子